藝人鄭伊拉和歌手潘敬祖結婚兩年 今年年初宣布有起 伊拉在社交網站上載相片 指BB在中秋節前終於出生 趕及一家三口共度佳節 並留言表示中秋節快樂 潘是一家三口一起過的第一個中秋 伊拉接受我們的電話訪問 提到入產房的經過 他們兩夫妻都感動到哭 他們要消毒和換衣服才能進來 所以當時我也很緊張 但當他進來後 在我身邊拖了手 我就安心一點 他一直在過程中跟我說 由今天開始 我們就一家三口 我們的生活就不同 以後有寶寶 管完之後 我的眼淚就爸爸一聲流 他也是 然後不久聽到寶寶哭 他就哭一聲 然後那個姑娘就問我 你聽不聽到嗎 他說我聽到 然後他就哭了幾聲 已經出院回家的伊拉 就說自己跟其他新手媽媽一樣 開始過沒有較好份的日子 伊拉又說因為疫情關係 暫時未知會不會搞八日宴 可能等疫情穩定些之後 都會打算補辦八日宴 或者滿月酒那些 會呀會呀 不過真的要看疫情的狀況如何 都想帶他去見朋友 因為有些人都不敢來看 他都說疫情 對 怕不太好 伊拉表示現在會好好休息 專心照顧豆豆B 賺奶粉錢的重任 就落在爸爸潘敬祖身上了 太好了 好 對 好